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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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是一個很短的 片來的 講兩句 前陣子我買了 這些 豬手 它是鹹的 但它又不是鹹豬手 它是一個smoke 熟了的 煮熟了的 一個豬手 我煮的時候 只說 煮到70度 攝氏 就可以了 我就在想 我怎樣可以煮它 我今天再看一看 明天就到期了 我現在不吃它不行 所以要煮它 我打算上去找 究竟怎樣可以煮熟 上網看 有些可能 切一粒粒 煮湯 或者是 就這樣煮熟 切片吃 就這樣煮熟 我一直在想 很多時候 汽炸鍋 有些汽炸鍋的食譜 都可以說 可以煮到皮 可以脆脆脆的 我試一下 其實煮熟 我可不可以煮熱的同時 把皮 變成脆脆脆的 這個 今天就想試 實驗 做這個 第一時間 我拿廚房紙 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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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水分 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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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完之後 我就在 氣炸鍋 我已經在預熱 氣炸鍋 我先開400度 然後 就像煮 燒豬肉皮一樣 但因為 它的皮 已經 煮好了 我還不煮熟 像是燒豬肉 像是燒肉 燒肉的皮 脆脆脆脆的 我還不煮熟 它 我就不煮熟 但是 我把醋放在上面 然後 我就 拿去 氣炸鍋 燒 炸 看看 出來 它會怎樣 大家一起見證一下 看看 我什麼都不做 只是一個豬皮 只是攪拌它的豬皮 看看它出來 會不會都好像 燒肉一樣 這樣 脆脆脆 現在 我已經 預熱了 焯爐 用400度 預熱了 差不多10分鐘 這裡 有隻豬手 我會 剛才 有人 會問 我這樣掃 醋 會不會很酸 其實不僅要的 經過熱力 這麼高的熱力 去燒它 去炸它 那些酸味 就沒有了 所以 你不用擔心 這件事 現在 我打開爐 我順便放在豬手之餘 我剛才煮了少許的五萬六色的薯仔 五萬六色 三色的薯仔 之後 我就 拿了些 拿了些油 拌一拌 然後 現在 就放在這裡 跟它一起焗 一會兒焗出來的時候 薯仔其實已經軟了 但一會兒焗出來的時候 脆脆的 用來做碗碟 一起吃 然後 我可以把這隻 豬手 整隻這樣放進去 對 我這個 就是 XXL的 爐 有位的 很多位的 現在 就這樣放進去 嘩 一下薯仔就扁了 對 一下子放進去 我的薯仔就扁了 可以抹一下 其他的都可以 可以 那現在就放進去焗了 希望它 好像很高 希望 不要碰到那個 什麼 不行 它好像碰到 我會 好 現在幾分鐘 它還未開始說 燒得很厲害 但是 已經收乾身 再看看是怎樣 哇 已經很金黃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沒有刮過的效果 被刮過 會好 我沒有刮過 過了這麼久 都是這樣 但是已經開始 已經夠黑了 不可以再焗它 好 先拿它出來 好 現在已經做好了 讓大家看看 攤了出來 就是這樣的 像一塊火腿一樣 哇 好熱啊 我開飯了 那 今次做這個氣炸熟了的煙燻豬手 失敗的原因 第一個 就是沒有刮 因為一刮它的時候 應該會再鬆脆一點 出來的時候 雖然你聽到很脆的聲音 但是吃的時候 也挺硬的 所以就是失敗 第二就是 豬手太大隻 雖然我已經用XXL的尺寸 但是它觸碰到發熱線 真的很厲害 煙很厲害 這樣出來 弄得我的煙霧檢爆起 有巴巴聲 所以又是一個失敗 第二個失敗的原因 如果你們想做聖誕食譜 千萬不要學我 希望你們聖誕節 可以做一個美味的晚餐 和家人分享 平日一個簡單晚餐 或者是這個時勢 即是聖誕節 也可以做個鹹豬手 給自己和家人一起分享 當然我這個出了術 不是自己做的 只是燒脆了面子 也可以自己做一個鹹豬手 來和家人吃 配菜就可以了 下次再見你們 Merry Christmas 拜拜